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其实刚才四位贵宾都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南投县以农历线 但是我们现在所缺工的问题这么严重 很多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因为原来 因为从事农业的都年纪大了 都七八十岁了 你还能去做 我相信这也是可能很 对老人家来讲是一个 蛮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另外一个在南投县 我们台湾是比较小的一个范围 所以农地面积都比较小 都是小面积的在做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这个农事的工作 是不固定的 有时候很不容易 有时候又容易 这个方法要怎么去调整 要怎么去调整 我们乘来路工 要怎么有何让他安定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一个配合里面 要怎么样去多搭配 就刚才我们副处长讲到一个农业服务团的部分 这个部分农事服务团的部分怎么样去做 我想这是一个方向能够做了 但是最重要的 我想还是听听我们议员的意见 认为说怎么样才能够让行政单位来帮助这些老农 王妍妍您的看法 当然管制服务农业处争取的这个农事服务团是非常好 不过你还要记得 所有人最坏管理的就是人 人很坏管理 今天我们要联系的人 如果没有很专业 去到雇主那里 你要拿这些钱又没办法做得很好 我相信雇主他也有愿言 那劳工这边 还是说他们这些要来从事这些农业的服务团 他们今天来当然是要困难后再来 来一度的雇主要求得很高 那他也有愿言的时候 那夹在中间就是我们管政府跟我们联会 就存了很大的问题 阿伯你说的这个人你要管理 管理不好 雇主的那碗碳我们来好意 做了 如果真好他会要求工资要更高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人的管理还是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 我们一定要来试用看看 当然要先拆一倍 就是从事 不管是我们的地 较不顺 百香果 我们的地方 其实一年一趟 一定都有他们的工作要做 如何调配 这就是要 县政府农业处这边跟所有农会这边 来好好的探讨 因为不是只有农忙 只有在採收 我们要工作的时候也有工作 所以这都是要栽培这边如何来栽培 那就是要靠我们农业处看什么机能来栽培这一批的我们的服务团 要处理到我们十三兄弟 各种的 各种的农务 都有合途去适应 那我想一定会成功 因为很多人欠工嘛 所以这个工只要他愿意做 不管说 我们的新住民啊 还是说 我们的失业者 还是我们的一些 本来就在从事农业这的人 他愿意 要来这样走 你看如果 很固定一个月也都三万块 比你一个头楼还好 我想还是会吸引很多失业的 还是说有专业 还是我们的外籍的 都一定有办法都来做 我想这样的缺工问题 暂时也会先改变 会舒缓一下 对 谢谢王一言提出的一些看法 那我想我们先把我们的议员意见 唐婉又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副事长 您就针对农事服务团的这部分 到底怎么去做 再来听听您的看法 接下来宏颜 我们现在看 我们的缺工就是因为 我们的农山品的 生産期到培養期 这个时间都很难去拿捏 所以这点 我请教宏颜 你的看法就是说 这种的缺工 有法都用什么方法来改参 管政府提出农事服务团 到底有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一个注意 感谢 关于这个服务团 刚才感觉说 因为我们南包官有很多的农业 它的採收期 它的工作 时间都不一样 不一样 你这个农业团来 它无法导致 一时来满地 一时来厚年境 一时来採收香菇 完全无法导致 但是这个团来 我们一定要用 我们的管政府跟农业 农会来结合 来给它分配来收分 给它分配来说 保理区的保理农会来收分 就是说它的脚背筋 它的百姓国 它的香菇 六国的 就来参生了 他们的满地 他们的满肥 南岛 南岛官的 南岛市就来 欧翁来种种 要给它分配来分联 这个有法导臨 来应付到缺工 尤其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 外籍配偶来给台湾 已经是很多了 尤其 我们现在的牧生都知道 我们六国 南岛有的满地匡 已经都是外籍配偶了 为什么才要站出来的满 因为 他们的工资真的不错 他们所谈到的酬劳真的不错 但是就是 我们政府没有把这个区块 把它拥出 来给他们分联 以后 你南岛官政府 我们农业务 如果好好的来跟 来農会整个 来跟我们这些 外籍配偶来 来跟 成立一个团队 来成立一个班 来给他们分联 未来的南岛官 缺工到十个改革 你如果要用 一时要用那两千 三千 来跟南岛官 说更难听 今天就是说 阿库要来万人径 要请这些 港来万人径 他还算五十八岁 对啊 你是要怎么叫他去 因为他不在做 他是廟伯 所以应该是要分工 我们台区 就叫我们 要農会来 来辅党 来辅党 一个班一个班 这样未来 南岛官的缺工 才会减少 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亲爱的 王議員 我们本地的劳工 常常吃饭吃了 吃了 吃了吃了 做的时间都没吃了 今天吃了 为什么不来 类似这种 你的看法 这真的就是说 他跟我们现在所做的 我们听来的 所做的工作 不符合 是 太疼 不选 对啊 所以 再来就说 我们的雇主 我们一定要要求 要求当时 你们就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工 或做工 当时 比较恢复性 但是 他们的生贴 但他们的构成很好 他们的内心是很好 但是会比较劲 比较劲 比较劲之后 他所听到的 就比较劲 所以就这样 本社就在这里 报告 我们一定要分配 来给他们分联 分联到最少 不要说到90分 有60分 互助就会玩意了 这样到早就 我们南岛 缺工问题 真的改善 不然 你只要用 臨试说两千个 几千个 来跟他听一下 完全跟骨子 完全不合了 这也产生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尤其你从这两千个 来到 让你说 保理 200个 南岛100个 他们的 所大的所在 要去打大 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 一个很大的关系问题 所以 阿康里这里 感觉 我们应该 会用 我们的外籍 配偶力 跟南岛 给他们生一个 班队 困难南岛 南岛 岛就困难什么 保理困难什么 让他们生一个班 让他们来 一个班长来带队 这样未来的 所以配套措施 要这样做 非常重要 谢谢宏言 那真理上 就针对像现在农事服务团 这样的一个规划 一个推动 你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吗 这个部分我来看是说 这是非常 用于 很好的方式 我们的管府 跟我们的劳动部 有这个 用心来说 推动 我们的农民 农业 与我们的劳钢 它广泛的使用 因为本身 你说人的主缘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两位 议员 副尊人说过 在劳忙的时候 大家都集合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认为 在北农区 这个比较有趣的 适合说 比如我们六个乡 满地的劳钢 在我们劳忙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 跟我们盗满地 改度我们 我们地狼朋友 他本身的困扰 那时间是很短的 是在每年的四月到五月 两个月而已 这两个月来说 在北农区 如果他本身 他的农业 如果不坚定的时候 人员可以 过这边来这里採收 甚至来做一些 农忙的工作 那重点是说 刚才我们 王議員说 他这个 技术的问题 我们 王議員也有说 他本身 这个满地有技术性 所以说 就是要做一个 困练 困练 困练来说 比方在我们 不是在 农忙的时候 比方在我们 下手地 来困练 有议员来满地 这个劳工 可以解决我们满地的问题 基本上 如果我们在南岛 南岛关山地区 最欠缺的就是 四月份到五月份 这两个月而已 这两个月 他是刚才近众 都结合 有时有地坑 没地坑 有时有地坑 没地坑 还有有地坑 这问题可以解决 我觉得利益良善 所以管府和劳动部 生理这个农业团 我是感觉非常赞成 还可以改造我们 缺工的进行 还可以改善 我们这个劳工的 经济收入 是 感谢三位 有种农事服务团 还有缺工的问题 大概都有他的看法 那我现在请一下副处长 你刚刚谈到一个农事服务团 那这样的部分我们到底跟配合劳动部怎么去做 还是要怎么接行 要怎么做一些配套措施 真正能够让劳工部分 他愿意来参加农事服务团 但是也能做得很快乐 也能够解决缺工的问题 我们现在怎么做 请您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好 各位乡亲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 缺工的部分 刚刚有说到 我们观众很重是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们这个管府里面的社会及劳动处 本身有成立 叫做农务服务团 农务服务团 这农务服务团 我们社会及劳动处这边 有五个农民团体 他来合作会 五个团体里面 有成立到中间 有三千几万的補助 那这一个部分来说 那今天大家当然就是农业这个部分 那农委会 我们管政府也清楚 所以南岛管政府也做一个示范线 这个部分 农委会在我们农业的这个部分 叫做农事服务团 农事服务团 那就是头头像说 那农事服务团跟农务服务团有没有不一样 是不同的单位 不一样的 不同单位 对 但是性质又不一样 性质也能分开 他算多管道的博物 多管道 所以农务服务团这个部分 这个细政的 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 消费劳动处这边的郭先生 来做一个认识 那刚才大家有说到 大家议员 他们有机力在农业欠缺的部分 在意识坛上也有途方的政策 我们农业单位也很积极跟农委会多次的协调 那农委会也有 像我们南道官就在示范线 这个部分叫做农事服务团 这个就是像头头的 王議員所说的 就是我们差不多四个还是五个兄弟 大家做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来面找一个叫做故宫的单位 这个四五个农会来面 大家推举一个叫做故宫的单位 这个故宫的单位呢 他就差不多去找十五到二十个 就是设计的楼工啊 还是我们的农村福祿啦 还是新住民啊 还是原住民啊 这成立一个叫农事服务团 那这个农事服务团 我们也有一些楼工保险的保障啦 我们要来做一个训练 然后做一个调配 缺工的时候 或者是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产期的协助 他做一个调配 如果缺工的位 可以来协助 所以呢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 就是我们农会来做这方面的服务 当然啊 有中央 也有一点点的保障 来补贴到我们这个农会 那站在我们管政府的立场 我们管政府也很乐意来做这项训练 所以呢 如果在农会提出 要做这个农业的困难的部分 我们也有权利来做一点点的保障 要专业来做一个配合 是 副主席你刚才说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中央有经费益助嘛 中央经费给我们就是成立的就是 顾工单位 是把那个经费给顾工单位 去做管理训练这些都有经费补助吗 大概补助经费大概有多少 到这个部分 目前都是这个农委会这个部分 最近他都有下来到我们的农会 跟管政府大家到国农会去协调 去了解 他就是看有议官的农会 大家拖出来 然后再培训的部分 譬如说一些补贴 譬如刚才我说的 合影卡就是我们目前 是我们劳动局 社会级劳动处这一个部分 有一些乘主的补贴 跟一些工资金贴的补贴 这个部分都有 工作津贴补助是 你讲针对是劳工的吗 还是成立单位 劳工的部分 劳工的部分 对 那雇主要 那个谁 那农友要付多少 农友的工资也有补助吗 你是说雇工的单位是不是 雇工的单位它有一点点 会补贴 这个部分 关于这个社会的部分 因为在整个还在研瘾过程中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 县政府都有跟农委会人 作会 来参农会 大家做一个协议 现在就是南导官 秀宣打出去 做一个释返冠 释返冠 都有很优惑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部分只要参农会 农会这个部分 他也很努力 要来协助农民 来改革这个 缺工这个问题 所以 修宣 我们就是找 议员的农会 还有议员的这些 农工 这些 适合的农村富年 或是这些适合的农工 或是这些新住民 和这些原住民 大家集合出来 只要找15到20个 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个培训 目前有申请吗 目前我们南投县在陆续接受申请 已经有申请了吗 有 已经有申请 有才成立了就对了 有开始做作业了 就是开始训练了 现在开始要做训练了 但是南投县政府 一直以来这几年 我们过期都有很零星的 我们南导官农会 也有做零星的做这方面的训练 也有政府农委会的补助 要缺工的月 陆续在补助 有七个农会来做这部分 过期的部分 过期 像做这个农事服务团 它有没有分 什么农产品 什么作物 到时候我们就会分配 应该要分配 就是刚才两位议员所提到的 你必须要去分 什么作物 譬如说 我们王来 我们来自 我们人境 我们吃白顺 都不一样 技术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去分配 然后分开来 然后去做训练 是不是这样 是 这个部分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党 党经党 这个部分 头那里面都有提出来 所以 要做这协调 这个部分 也相当困难 但是 我们都知道 农会也很用心 政府也很用心 所以有要 解决这个 缺工这个问题 要用来做外劳 实在路途 谣言 这个法令的部分 虽然中央 我们也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 隆委会有这方面的协助 我们南投 政府也很愿意 搭出去 把隆会 这个部分 共同来 为農業里面 缺工的问题 来做一个努力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多管道 刚才我们的理事长 也有说去 帝 万工 这几年来 大家都说 缺工这个问题 缺我们这个问题 什么 帝的主要就是 万工这个部分 那万工 大家都知道 在帝盖上这个部分 也一直在 协助 帝隆说 不用靠 一直靠万工 人工的万工 因为那速度的万 还来 中中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也会发到很多基材 基材 这个部分 让基材的技术 让基材的品质 可以提供那么多 在时间上 都可以节省 也会花一些时间 做烘培这个部分 可以最大 解割人类的问题 所以 对该庭的基材 这个部分 也投入很多 希望说 大家人民 都会来尝试 看看 免得 这是最大的 因为尤其近年 我们都看得出来 今年一月 气候的关系 官参和官参 大家加做会 哇 欠工 又哭哭中了 如果大家 如果可以用基材 基材品质 提供好 那基材不输 人手 还有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最有趣的 现在我们成立农事服务团 我们有社会 社会社会 但是 有没有那个劳工 就是 接受力高不高 本地劳工接受力高不高 这个问题我在想 因为我们看到了 我们好意成立这些农事服务团 最重要 因为到目前外老不可能 到目前中间也没有核准 那只有本地劳工 到底我们这个农事服务团 成立之后 我们本地劳工来 应征的会不会很多 他们接受度高不高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做农事非常辛苦 很劲 另外一个技术 第三个你跟雇主之间 到底配合得好不好 这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在里面 我想政府能够这样推动 是朝着希望解决缺工的问题 但是很多配套措施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突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来探讨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